大家好 我是游子 今天太阳特别的好 然后我心情也大好 今天想做一个冬瓜汤 还有凉拌乌冬面 我还要烧一个蒜蓉排骨 放在烤箱里烤的 我已经腌制了一个晚上 我给你们看一下我是怎么腌制 其实这个蒜蓉排骨 我做过好几次了 今天腌制了以后 我就空气炸过鸡里面炸 我是在九九大华买的排骨 买了两块 其实应该是一块 把它一切二的 今天我只煮一半 两个人肯定吃不完 所以还有一半就放到明天吃 因为你很湿 我很想把那些鸡毛菜 还有花菜全都采上来 但是外面太湿了 我想让它们晒晒太阳 等它们滴干一些 我再下去采干活 先给你们看 昨天我是怎么腌制这些排骨的 这个排骨差不多21美金 现在我先把它清洗一下 因为我没有打开花瓶 所以里面有一些血丝 把这个血丝呢 用水给它冲干净 洗干净 我冲洗了好几遍 现在我们要把这个排骨 顺着它肉的这个地方 把它一条条切开 这样腌制起来就比较方便 当然你也可以一整条来腌 我是经常是切好了再腌的 要不然你烤好了还得切的 所以就看你自己愿意 怎么方便怎么来 我要开始切好多大蒜 因为我想做的是蒜蓉排骨 所以蒜就得多一点 现在放在一个干净的盆里面 让它滴一下水 我剥了差不多两个蒜 还有生姜 把蒜剥干净 然后切一点酱 把酱稍微切的小一点 接着我就放到一个机器里 把它们全部打碎 这个机器是可以充电的 所以充完电还用的蛮久的 很快就把它打成碎膜了 现在倒入排骨里 我这个机器用的有一两年了 好像拼多多也有 现在再在这个罐子里 倒入黄酒 鲜酱油 我释放了两种酱油 把它们搅拌一下 就倒到排骨里 我还放了一些糖 糖的多少就看你自己 把它们完全搅拌一下 最后我还放了红酱油 接着要放的就是生姜粉 姜粉 胡椒粉 三种粉 对了 我还加了一大把葱 如果你吃辣的 你也可以放点辣 腌制排骨 说实在来就根据你的口味 你愿意放什么都可以的 但是蒜一定要放 什么叫蒜香排骨 现在就把它完全搅拌 搅拌好了 盖上保鲜膜 就放到冰箱里 让它腌制一个晚上 今天早上我把它拿出来 放到这个空气炸锅机的栅栏里 我是选了往底下挖 腌制在底下的 看颜色就能看出来 拿出一部分 我们俩吃肉 其实Sam比我厉害 但是这是排骨 它有可能会咬不动 所以我只煮了一半 还有一半放着明天再煮吧 烤箱已经放满了 不煮的还是放回了冰箱 这是朋友送的冬瓜 还有那么一个头 没吃完 今天把它们全部都煮了 我跟你说 自己种的冬瓜 我还是这句话 你看 我放那么久了 还是那么新鲜 它两个月之前 不止了 三个月了快 送给我的 我吃到现在就剩这么一点了 但是切出来 还是很新鲜 我们家的地啊 种不了那么大的冬瓜 要不我就留子了 但是想想 算了 我也只能吃小冬瓜 大冬瓜 小冬瓜的味道都差不多 所以冬瓜 我还是一定要种的 只是让它往上爬 不是躺在地上 地上真的没地方躺 要躺的是水门厅 但水门厅到夏天 太阳一晒以后 烫得不得了 我试过在阳台边上 种了以后 让他们往阳台上面爬 结果没想到 阳台上那个夏天 那个太阳好厉害 火辣辣的 晒在上面 那个藤都晒死了 不要说接瓜了 接瓜是不可能的了 放地上 实在真的是没地方给他们爬 又是切了满满的一打盆 我切了一片骨头的火腿 火腿肉呢是鲜 但它不咸 所以呢我又去拿了咸肉 这块咸肉 我一半煮了菜饭以后呢 就留了一半 今天也不想煮多 因为这个风干的咸肉好咸的 所以我只切了三块 最主要是冬瓜没什么味道 所以要用这些肉来喂它的 我拿了个铸铁锅 先放水 把这两个肉先给它煮 我再放入冬瓜 水放太多了 但这个水我是不舍得倒掉的 因为这两块肉 我在里面已经煮了 差不多有20分钟了 已经熬出肉汤了 所以我拿个汤勺 拿个碗 先把这个汤 舀一大碗出来 因为冬瓜跟汤 中午我们吃完以后 肯定还会有很多空位子 可以倒入这碗汤 这个冬瓜汤啊 我刚刚尝了一口 咸淡正好 盐都不需要放 味道鲜的不得了 冬瓜放下去以后 只要水煮开了就可以关火 就蒙在那里 冬瓜不需要用大火煮很久的 它就煮开以后 在热水里面可以 把冬瓜污熟的 我还倒了一点黄酒 因为我怕这个肉 有一点肉味道嘛 现在就等它开了以后 关火了 就不用管它 就让它捂在那里 记得我前几天采摘了两盆百合吗 我今天把它洗出来了 一片片全都掰开 今天我想放在冬瓜汤里 因为他们说百合煮冬瓜汤 利尿消肿特别好 我也想试试这个百合自己种的好不好吃 如果好吃的话我还想种 新鲜的百合一煮就烂 我拿了两大把下去 留下来的我看看 要不煮个绿豆汤 今天我还要煮一个凉拌乌冬面 那次也是去了日本饭店 吃了它的凉拌乌冬面 我念念不忘 给你们看看 我今天做的这个凉拌乌冬面的配菜 这些配菜呢 你可以自己喜欢 换别的菜都可以的 这里有四分之一的卷心菜 我把它切成了丝 还有昨天吃火锅多下来的菠菜 还有一小颗花叶菜 这里是昨天采的那个生菜 下面那个杆子 切出来有点像莴笋 但是它没有莴笋的味道 另外我还切了一点胡萝卜 拿了一片乌冬面 这个玻璃盆 是我经常凉拌沙拉用的 我倒了两瓶矿泉水 为的是这些乌冬面 煮好了以后 要放在凉水里 马上让它变凉的 我也没冰块 现在这个天也不需要冰块 所以我就把两瓶瓶装水 放在冰箱里稍微冰了一下 现在都把它倒到这个盆里 现在用个小锅烧一壶水 水开了就把乌冬面放下去 这个乌冬面是速冻冰的 所以你要给它一点时间 让它融化了以后 煮熟了再把它捞起来 我呢是盖上了盖 让它煮了一会儿 现在我拿到水池边上 先让它过滤 放到冰水里 让它冷却 再沥干水 放到玻璃罐里 锅里再煮一壶开水 来烫配菜 所有的配菜 一个一个一个的在开水里 让它们煮熟 把它们捞起来 等全部凉了 我们再开始放到一起去搅拌 现在这个水里都是没有调料的 只是把这些菜都煮熟而已 好了最后是播菜 现在菜全都煮熟了 而且都已经放凉了 胡萝卜我没煮 因为我喜欢吃生的 现在胡萝卜放到面里 把煮熟的这两盆菜也放到面里 放的时候小心 不要把里边的水放到里面 要把它们沥干再放进去 这是三个调料 第一个是意大利的 这个Olive Oil的凉拌汁 这个汁呢有点酸 然后后面一个是芝麻酱 这两瓶都是Costco买的 那另外一瓶呢就是我昨天 调的沙茶酱 腐乳花生酱 还有芝麻酱的一个料 为什么要这三种料呢 那是因为我喜欢 所以你要是喜欢什么呢 你也可以随便放 至于这些酱放多少就看你 如果你想酸一点的 那就多放一点那个意大利酱 如果你想香一点的 那就多放一些芝麻酱 如果你想有点沙茶酱 或者腐乳味浓一点的 那你就可以多放一点这个火锅调料 这都是根据你自己的口味 我呢是意大利酱放的不多 因为我不喜欢太酸 我芝麻酱放的比较多 这个火锅酱呢 其实我也就是放了一勺 好 现在把这些酱全都放了以后呢 只要好好的把它搅拌就可以了 但是我还想放些什么东西 什么东西呢 记得我前两天摘的那萝卜叶吗 我把它腌制了以后 跟那个冬笋一起炒的 这几天给我吃盖浇面啊 已经吃了不少了 还有一些留着 我就放了两勺 另外这个就是儿菜的根 我做了那个韩国的酱菜 我也放了一点 我跟你说 为什么要放这些东西呢 因为我觉得它的咸度还不够 但是我不想放盐放什么 因为有这些配菜啊 哎呀 那不是更好吗 你知道这个韩国泡菜 我是放了它那个韩国的泡菜酱 里边有一点蒜蓉的 有点大蒜的 而且我的酱呢 是放了有点多 所以呢 这个儿菜杆子 我做的那个酱菜呢 它的料很浓 所以它可以做盖浇面 可以吃泡饭 也可以做凉面 做的这些咸菜啊 真的 我每一顿都可以拌在里边吃 好了 面全都拌好了 最后我还放的是什么呢 芝麻台菜一个是香 还有一个它是鲜 我放在桌上的 桌上全是SAM的各种调料 我就放了那么一瓶芝麻台菜 结果我今天去找 怎么也找不到了 我就去找他 我说你怎么回事啊 我桌上有一瓶东西 你是不是放别的地方了 他说我看你又不用 我就放到厨里边去了 我说你要放厨里也可以啊 但是你得跟我说一声 我现在要用了就找不到了 哦 他说我带你看带你看 他就告诉我是放在了什么地方 原来放在了他的所有的 这些瓶瓶罐罐的罐头里边去了 看到这堵墙了吗 他装了一个盒子 这个盒子里的厚度呢 就跟一个罐子差不多厚 看看这里边 全是他的罐头 各种各样的罐头 从上到下 他就帮我塞到了他这个里边 你说我怎么可能找得到呢 这就是他的厨 我可以这么说 那么多罐子 如果有什么紧急情况的话 他是不会饿到的 不过话又说回来 这个厨房全是我放的东西 所以他也就那么一个必处 我现在找到了芝麻台菜 放了一些芝麻台菜 真的是香啊 我跟你说 这盆面啊 其实面没有多少 可以让我吃两顿啊 今天晚上也是它了 你们可以尝尝哦 Sam说 你能不能给我煮一点白煮蛋啊 我一想 对啊 这面里边也可以放白煮蛋 我又放了两个白煮蛋 我空气炸锅机的这个排骨啊 我开了二十分钟 四百二十度 给他们正面炸了一下 基本上已经熟了 我又把它们翻了一个面 又给它烤了大概五分钟吧 主要是给它上点颜色 看上去 还是蛮诱人的哦 Sam说 可以吃饭了吗 我说你等五分钟行不行 他今天上午忙的不得了 干什么呢 我吃饭的时候再告诉你们 我还是用了提胖的做料 又给他放了五六个土豆 他说这一顿吃完了 不管是多下来多少 全部扔了 我说你不扔我也得扔了 吃了那么多天了 好了排骨做好了 现在我们开饭 Sam说你好像做了什么汤啊 很香的 他的鼻子真灵 Sam说 我们一罐啤酒两个人分好不好 我说你干了一上午的活了 行 我给他盛了一点汤 给了一片百合 没想到这个百合放到汤里边 一煮全都撑开了 一片一片那么大 我跟你说 在灶台上的时候 我已经喝了一点 这个百合汤了 就喝百合跟汤 我跟你说 那百合糯的呀 放到嘴里 马上就化掉了 太好喝了 而且我放的火腿 咸肉 都是很鲜很鲜的呀 先喝一口酒 我怎么觉得嗓子有点痛啊 是不是零食吃多了上火了 我一早上在忙着做饭 Sam一会儿叫我帮这个 一会儿叫我帮那个 是怎么回事呢 昨天晚上他说他睡觉睡到一半的时候 听到很重的一声响 好像是房屋的梁掉下来了 我说你做什么梦 说什么梦话呀 我说你肯定是做梦 但是他不相信 他一定要去外面拿了很高的梯子来 要从房子里面我们有一个出风口的 可以看到屋顶 跟房子之间中间的家层 那个家层是很高的 人都可以走进去的 他叫我扶那个楼梯 那我只能扶着他呀 他正面看了 侧面看了 反正拿了个手电筒 仔仔细细看了大概20分钟 我陪了他20分钟 我说有梁掉下来吗 他说没有啊 看上去很干净 那个梁很粗很粗啊 很结实的这个房子 我说这个梁要是掉下来了 你以为现在已经是快中午11点了 你会没有一点感觉的吗 反正他就是一种幻想吧 昨天也有朋友跟我说了 说年纪大了以后 一个有怀疑症还有幻想症 反正你就陪着他玩吧 再来说说 昨天我不是吃火锅吗 那中午我是在厅里面吃的 所以厅的这个地方呢 下面有一个插头 地上有个插头的 所以我就插在那里的 但是这是前一天我就闻到了 有点焦的味道 我们一直是以为是炉子里面的木头啊 有可能没有全部烧完 所以有焦味嘛 所以Sam就把里面的那个灰啊 跟那个木头啊全都清掉了 但是中午他在那边跟我一起吃火锅的时候 正好他脚底下是一个出风口 就是暖气的出风口 那个插头就在暖气的边上 他就说我怎么又闻到焦味道 我说这里离火炉还是很远的 为什么你会有闻到焦味道 他说好像是这个房子底下有什么东西烧了 但是我闻了半天 我是有闻到这个有一点焦的 但是找了半天没找到什么呀 吃完饭我们就不管了 他吃的时候呢 他就用了一个盒子 压在那个出风口 他说现在没味道了 那我们又放心了吃了 然后晚上呢 我又想吃火锅嘛 我又插上了店 在那边烧还没吃呢 Sam说怎么我又闻到那个烧的味道 我说你在哪里闻到 他说在火炉边上 我去闻了闻了火炉边上没什么味道 我走到我的吃火锅那个地方呢 我说我怎么觉得这里有味道 Sam就过来 他说对啊好像这里有味道 但是我说哪里呀 因为插着插头根本就看不到 结果后来我一摸那个电线很烫啊 我说不对这个电线怎么那么烫 我就把那个插头拔出来 我的天哪一拔拔出来一看 下面已经烧起来了 还好这个火不是很大的 比火星大吧 但是如果继续这样烧下去 很有可能把整栋房子就要烧掉了 我又没经验我很笨啊 我说赶紧拿水 Sam说不许拿水 我说干嘛 他说这里有电 你要放了水的话 那不就水是导电的 这个水是导电我倒是知道 但是我没想到对 这个是跟电有关系的不是着火 所以呢下面就用干的毛巾拍 很快这个火就 也不是火了这个比火星大的火 拍掉了以后 我再仔细一看 我说不对那个插头盖子上面 都是黄的 我说你得把这个盖子拆掉 这个插头拆掉 他现在怎么拆啊 他要拆要把电全都关了 他说万一出电了 他里面肯定是就电线碰了在一起插出来的火星嘛 我想也是啊 我说那这样 我说我们有两个手机 有手电筒 对不对 我们家还有一个专门的手电筒 是他那个大儿子 已经过世的大儿子之前 买给我们的是他的父亲节的礼物 100美金的那个电筒 他是可以充电的 但充电器呢已经坏了好几个 我们已经换了好几个 但这个手电筒还是能用的 还有 后来我们就把电关了 你看就这样一个地下的插头 很小的 里面大概有九根电线 我就在怀疑这个电线是不是碰线了 着火了 很小的一个东西 你看看那个地板边上 都已经烧着了 怪不到有那个臭味 那个盖子上完全都焦掉了 我们昨天晚上就把那个 焦掉的插头呢给拆下来 把里边的电线呢 就一根一根的头 把它分开拧住了 大概有分出来七八根电线 晚上我们才发现 这一边的我们有一个family room 就是看电视啊电脑啊什么的 晚上我们基本上都在那里的 全部电都断了 我说那怎么办 他说那晚上不可能 我们俩就这样干坐着 他就说那边电还好的 那就拉线吧 昨天晚上就拉了线在地上 我真担心 我说你走路小心啊 不要扳倒那个电线 我扳倒电线 有可能我的电脑什么 全屏幕都给你砸到地上 所以昨天晚上我们就混了一天 今天呢他就说 要修这个东西呢 他说他要慢慢来 急不得 我说对不要急 电这个东西太危险了 我说这样吧 我们就临时去车库 拿了一根很粗的一根电线 从是房子的一边 拉到这一边 现在所有的电脑什么呢 全部都把这个线往墙那边拉 就人走路是没有问题了 而且用电脑什么都没问题 我说现在我们就慢慢的来修这个东西 因为正在电的东西不能呼来啊 一定要先搞清楚是怎么回事啊 Sam问我 他说你还记得我是怎么拆下来的吗 他说我们应该拍下来 我说拆完了我才拍 我拆的时候我就应该把它拍下来 我就知道哪根是干嘛的 但是我还是有点记得的 我说好像你剪掉的有三个头 这三个头我记得很清楚 而且你可以看剪掉电线 那个是铜线啊 剪掉一定有新的胯口 那我就知道这三根是一起的 还有另外三根呢是老的 着火的就是另外那三根 他说基本上我有点头绪 差不多里面应该是有八根线 他说没关系我有万用表 到时候量一下正跟负还有地线 太可怕 这就是老房子的问题啊 Sam说他电线水管全都换过 但是就是地上的这个线啊 没有换 他说这个是很老很老 这个房子是1957年的房子 所以说已经是67年了 你想想他那个插头67年了 碰火那是很正常 但是一定要把它修好 他自己也说了 他说这样也提醒了我 因为我们那个抽烟机啊 也是突然没没电了 就因为他说上面那个电也是老的 后来我们重新拉了一个明线 不好看但是还是很安全的 所以他说那根老的 他要去把它剪掉 把它怎么说啊 重新要给它黑的布啊 把它分一下 反正我也不太懂电的东西 我就听他的吧 我做小工 酒足饭饱 好吧今天视频就到这里 谢谢你的关注